派所的交织合一 简单的这种交通事故 就由我们派所警力负责到场处置 那么我们到现场之后 发现是一起简单的两车的刮乘事故 陈警官介绍 当天因为天黑加上路窄 20岁的新手女司机 开到事发路段时没把握 就换父亲来开 但挂空档的时候 忘了拉手刹 导致车子溜坡 撞上了对方的车 对方车辆的左侧翼子板擦掉了漆 车损大概几百块钱 经过民警调解 女司机方愿意承担责任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 结果双方的亲戚都赶了过来 还互相推散挥舞拳脚 你呢 这种方法没有 这个是 帮助 你之后 但是 就 双方的亲戚朋友 刚好是都在家里吃好饭 那么人也比较多 有二三十个人 你一言我欲语 就发生了这个言语上的口角 之后就动起手来了 现场民警辅警一起劝阻 过程中那位女司机突然尖叫起来 然后猛地翻过路边的护栏 跳进了旁边的河里 民警和辅警都跳下去救人 女司机情绪很激动 一直反抗 还脱掉了上衣 好在后来被救援人员及时拉了回来 人没有大碍 小姑娘的话当时比较自责 她可能心理上认为 因为她这个交通事故 引起了这么大一场斗 心理上比较自责 本来只是一起很小的交通事故 却因为当时双方的不冷静导致了矛盾升级 目前此事中四人因殴打他人 被萧山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1818黄金眼七处报道 1818黄金眼七处报道 캐릭民室 20124 201216 2017 201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